那幾位呢 五位都可以 過年期間目前除夕晚上是滿的 餐廳謝謝消息一出 定位電話響不停 接了一通還有一通 得出動兩名員工才忙得過來 這個是正江消蹄 招牌江浙菜上桌 這道正江消蹄豬腳乳的光滑經營 還有鹽菊土雞 雞腿肉油油亮亮 盤底布滿雞油 還有蔥油豆瓣和香酥子魚 全是永福樓的招牌菜 開業四十一年 專做江浙菜也有港式料理 烤鴨土雞明蝦削肉 全是老客人最愛 但好味道未來暫時吃不到 我們的生意量 其實是慢慢的不如以往 那今年到了我們要換約的時候 我們就跟房東協調說 是不是在租金方面 有調整的可能性 但是很遺憾的雙方 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業者希望調降房租 但房東不肯 餐廳除了一樓入口 還有二三樓用餐區空間相當大 房仲估算 永福樓月租金超過五百萬 高租金加上客人減少 宣布二月二十四號就要歇業 我是在這邊已經服務二十幾年了 我們都是老員工了 當然希望公司能夠另立一個新的店 員工捨不得 但還是得打起精神 繼續工作 過去永福樓是不少政商名流 艷客場地 馬英九 王金平都是座上兵 這連去年好龍兵 宴請雙城論壇上海彩線團 也選在這裡 同時高租金加上商圈人潮流失 餐廳一樓旁邊的三家店面 也都先後撤出 拆了招牌宛如工地 如今在一家老店撐不住 吹起席燈號 讓不少人大嘆萬席 這次的聲音紅旗為台北報導